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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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即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 要加强疫情防控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意识 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 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 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 积极主动履职 抓好任务落实 提高疫情防控法制化水平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 五号从韩国转到中国访问 与中国领导人就双面关系 特别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交换意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见洪森时指出 当前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全力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患难见真情 在这个特殊时刻 柬埔寨人民与中方站在一起 体现了牢不可破的终简友谊和互信 诠释了患难与共 这一终简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中方对此深表赞赏 徐建民强调 中国党和政府 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目前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 有把握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方将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 照顾好柬埔寨在华公民 包括留学生 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徐建民强调 新的一年 中方愿同检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落实好中检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把中检关系再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洪森表示 他临时决定在此特殊时候访华 就是为了展示柬埔寨政府和人民 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大力支持 柬埔寨人民 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 患难与共 共克时间 是真正的铁杆朋友 面对疫情 有的国家采取了一些极端限制措施 这并不可取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恐慌本身 且方将继续同中国开展 正常合作和交往 致力于同中方一道构建 减重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会见洪森时表示 首相先生此刻来华 体现柬埔寨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和对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支持 李克强说 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工作来抓 努力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供应 确保人民群众 以及在华外国侨民的生活 中方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方愿同检方共同努力 丰富中检全面战略合作内涵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保工工作 确定支持疫情防控 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 会议指出 要全力抓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保工 医药及全国之力 优先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 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医护人员需求 在抓紧做好现有企业复工的同时 督促相关国企尽快转产扩能 调动民企等社会力量积极性 帮助解决资金资质 设备购制和原材料采购等困难 推动全产业链协调联动 增加紧缺医疗防控物资生产 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全部由政府兜底收除 二要强化地方守则 全力保障菜篮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积极组织蔬菜和畜勤等生产 推动相关饲料 土仔 加工企业加快复产 投放库存玉米 保证养殖业生产需要 增加肉蛋奶供给 三要加强交通运输保障 制止阻断交通违法行为 突出保障重点地区防控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运输 严格落实不停车 不检查 不收费和优先便捷通行 会议决定 在前期针对疫情防控 以出台措施基础上 再推出一批支持保公的 财税金融政策 自1月1号起 暂采取以下措施 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 扩大产能购置设备 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 全额退还这期间 增值税增量留底税额 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 和提供公共交通 生活服务 邮政快递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 免收注册费 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 免征民航企业 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会议确定 用好专项再贷款政策 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生产 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 包括小微企业 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 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先行肺炎疫情持续 截至5号晚上8点 中国全国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24400例 死亡病例增至493例 而累计至于出院的病例 接近1000例 确诊病例仍然以湖北最多 北京 上海 山东和重庆等 多个省市也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天津出现首例死亡个案 而西藏则是连续6天 没有新增确诊或疑似病例 那么湖北在过去的一天 新增病例3000多例 累计超过16000例 其中武汉的确诊病例超过8300例 浙江与广东的确诊病例 同样累计增加到895例 其中在深圳就有291例确诊 港澳台方面 香港累计增到21例 澳门则是新增2例 累计10例 台湾新增1例 累计11例 国际方面 日本新增10起确诊病例 累计33例 10名确诊患者 都是于早前80岁香港确诊男子 曾经乘坐同一艘邮轮 那么菲律宾就确诊第三例新型肺炎病例 患者是一名60岁女子 她在上个月由武汉抵达宿木之后 再前往薄荷岛 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生活区基本已经落成 那么建在原有的大型场馆当中 有近1600个床位 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浴 部分设施是采用环保航空用材料 雷神山医院医护宿舍基本完工 由于选址是在既有的大型场馆内 采用K式板房 不需要大型设备吊装 不受场地限制 而且人工施工就可以完成 走进房间 每间房有六个床位 床边有床头柜 还会加装衣柜 每个屋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 并采用了高级环保材料 然后在这个材料选用上呢 我们尽量选用节能环保的材料 减少污源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板 采用的是POC地板 这个板材呢 全部采用的是这个面层 是这个鱼板 里面呢都是环保的这个用的材料 每间房间做完之后都进行了检测 甲学呢 等一些这个空气污源这个指标 都是达标的 所以您刚才说的航空材料 是使用在这个洗手间淋浴间这里是吗 对就是那种材料 它就是飞机的托板和座椅上用的材料 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节能环保 这个无物源 没有任何意味 没有任何意味 里面也是这样的材料 里面也是材料 这里也是 只是花色不一样 对对对 雷山山的医护人员宿舍 是两层楼的结构 建筑高度有7米 总建筑面积超过9200平米 有264个房间 1584张床位 我感觉第一个感到很震撼 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时期 这么紧的工期 这么大的任务量 本工程的整个是有9200的个平方 然后有将近1600个床位 这个并且是在春节期间 物料人员走着特别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人员能建筑 很震撼 另外一个震撼是什么呢 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困难的恶劣的环境下面 很多的同志 都是踊跃着自己的报名 有些厂家 我们在联系我们的活动单位 在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已经放假了 想进千方百计 到处走着货源 包括我们的员工 都是踊跃报名 自动的专家 真是叫种植生产 工程师说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再小的事情 哪怕一个螺丝钉 都可能成为困难 但仍然在7到8天时间 就基本落成 这一建筑上的奇迹 其实也是众人一心 带来的奇迹 凤凰卫视 罗云敏无志诚 武汉雷山山医院报道 好 那么有关武汉的情况 我们现在立刻连线 在当地的本台特派记者 蒋晓峰来我们报道 晓峰你好 那么在当地了解 目前武汉最关键的防疫任务 是什么 晓峰 是的 亚方 现在武汉最重要 最关键的任务之一 是隔离 这个隔离是非常的细化 如果隔离不科学 不到位 那就是无效 按照武汉市卫健委 今天最新的说法 要对四类人员来进行隔离 首先是确诊患者 其中有重症的 就必须送入到定点医院 来进行入院治疗 不用多说 轻症的没办法全部进入到定点医院 就到指定的医院 包括了方舱医院来进行隔离治疗 接下来一类就是疑似 疑似也分为轻和重 重的必须进入医院进行治疗 轻症的没办法入院隔离的 就到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 那疑似患者是单间隔离 不能居家 防的就是家庭式的聚集性感染 如果卷测结果是两次阴性 但是症状又符合这个新冠肺炎的 仍然是按照疑似来进行管理 第三就是对没有办法明确排除 新型肺炎可能这些发热者 那就参照疑似人员来进行集中的隔离观察 但是要和疑似来分开隔离 防的就是交叉感染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要隔离的 就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因为有一些的这个病毒携带者 虽然没有发病 但是仍然具有这个传染性 一些病例在还没有症状的潜伏期 就已经有了传染性 所以已经确诊的患者的这些密切接触者 就参照发热病人实行集中的隔离观察 那么隔离的目的是控制这个传染源 来切断传播的这个途径 同时来保护那些易感的人群 有一句话叫做照镜子治治病 照清楚了才能治得精准 亚方 好 我们先谢谢小枫 在武汉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湖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的信息 我们现在立刻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更快要提升这个出院率 另外就是我们亲自的病房 能够多加床 多加床 一个是出院 一个家床 那对二十八家这个定点医院也要进行挖钱 第二个就是要把危重病人 把这个难题给破解掉 现在我们是五加二 五加二的这个办法 这五加定点医院 五加定点医院呢 专门缩制危重病 我们同济的这个中法生大城医院 西河的西医院 人民医院的光谷 光谷院区 我们自己的金银塔院区和肺科院区 这个我们要把集中精力拿出来 我们修种植病人 同时我们加快这个 我们两三的医院的建设 就火神山 雷神山 让他们尽早的 已经火神山已经开始了 尽量达到 尽快达到我们 收支一张 一千张病床这个要求 雷神山 二十四小时加快建设 早日也要达到这个 一个节诊的 和达到那一千五百张的 这个规模 这是我们讲的 萧正烟湖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是中央指导者决定的 指导我们建设的这个 方舱医院 刚才讲的这三家方舱医院 一共这个 红山宾馆这有八百张病床 我们国际会展中心 有一千六百张 而武汉客清有 这个两千张 加起来四千四百张病床 从二月三号 晚上开始 实际上我们从 七眼中开始 到今天晚上 好 那么继续来看到 最新公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第五版 在临床症状当中 新增了 亲针病例这一类型 同时对疑似病例的判断 标准也做出了调整 有专家医师 在国家卫健委 五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样的调整将有利于 及早收集病例控制疫情 诊疗方案第五版 在新型肺炎的 临床症状中 新增了 轻症病例这一类型 另外将疑似病例的 判断标准之一的 发热 改成了发热 或者是呼吸道症状 专家医师表示 这些调整都是为了 及早发现 及早隔离 更好控制传染源 但这有可能导致 未来疑似病例出现增加 我们对这种临床表现 比较轻的病人 但是也具有流行病 也使的病人 我们不能把它放过 这样的目的 也是为了更好的 早期发现病人 早期诊断 早期隔离治疗 目的是这样一个目的 这个您提到的 是否会增大 这个疑似病例 这个数量 我想有可能会增压 但是我想呢 我们能够及早地 把这部分 不太典型的病例 我们也能够及时地 把它搜索出来 这样对我们控制疫情 对控制传染源 是很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 2月4号新增疑似病例 3971例 相较前两天出现下降 李星旺表示 这主要因为 检测能力有所提高 使得更多的疑似病例 被确诊或被排除 但同时 由于确诊病例在增加 相应的重症病例 也在增加 有相当多的病人 也呈现出 在发病一周后 病情突然加重的特点 我们看到这病人的过程 相对来讲呢 是在一周后 再进行加重 同时加重之后呢 有一个快速进展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 我们经验总结出来之后呢 为我们更好的 做好早期的 控制这种病人的加重 可能对我们 加强我们的治疗措施 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 针对一些无症状感染者 李星旺表示 这些病例 大多和确诊患者 有过密切接触 虽然也具有传染性 但传播能力会相对弱一些 如果没有接触过感染者 而出现咳嗽等症状 没有必要过于恐慌 我们看到 从今天起 卫健委发布厅的背板 也换成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 新闻发布会 从今天开始呢 卫健委将会邀请到 联防联控机制的 多个部委的官员 就某一主题 回应记者的提问 那么这也体现出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各个部委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凤红一世 宁晓文 侯友韵 北京报道 继火神山医院交付启用后 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的 生活区基本落成 增加了大约1600个床位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请教时事评论员 何亮亮来点评分析 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你怎么看 这个雷神山医院的落成 在整个抗疫的工作当中 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 武汉是这一次新型肺炎的 可以说是一个发源地 那么有大量的病人 武汉地区又人口众多 现在至少还有1000万人 生活在武汉地区 那么虽然是 已经隔离之后 我们说是所谓封城之后 武汉人已经不会再往外出了 但是武汉本地大量的人口 特别是有很多 疑似病的患者 但是他们得不到 及时的救治 为什么 因为武汉的医院 已经是病原违患了 而且武汉的医护人员 是在高度的紧张地在工作 但是缺乏医院 那么就使得一些 没有得到确诊 但实际上是 已经是新型肺炎的患者的人 他们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确诊 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结果就使得传染的程度就扩大了 那么我们知道 随着火神山医院的启用 再加上今天雷神山医院的启用 以及几座方舱式医院的启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当前武汉所面临的 非常严峻的这样一种局面 就是医院人满为患 医生护士的压力高度紧张 那么随着全国各地 无论是军队的 还是各省的国家级的卫生队伍 到武汉支援 那么再加上这些医院的启用 那么就可以使很多 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这些病人 可以得到救治 那么就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的缓解 目前武汉的这种看病难 以及这个传播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度 那么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一个能够让这个民众 在一定数上也可以让他们放心 否则他们自己觉得 我已经得了病 但是没有办法给我确诊 那么结果你通常是在家隔离 可能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这几座医院的这个启用呢 对于解决武汉的这个 新型肺炎的这个医疗这个危机呢 应该有一个相当大的 这个转变的这个作用 亚方 好 我们先谢何仙的点评分析 那么去一下广告回来 还要带您看到 北京市监管局表示 已要求网络订餐平台 加强外卖人员健康管理 台湾宣布从6号开始 持大陆护照的居民将暂停入境台湾 有乘客确诊新型肺炎的 邮轮返回香港 乘客以及船员全部流传等待建议 连安消息方面继续看到北京市5号继续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科委表示 开发以及新型智能测温设备和系统等等 特别是要针对当前呢 我们疫情防控急需的诊断试剂盒 包括我们这个临床一些药物的筛选 包括呢我们下一步的疫苗生产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 此外事件晚局方面在会上通报对群体性聚餐管控的通知 要求餐饮经营者餐饮协会和相关部门最大限度减少餐饮环节群体聚餐数量 严防疫情通过餐桌扩散 而对于其他省市出现外卖人员确诊病例 引起市民担忧 事件晚局就表示 目前北京约有两万名外卖人员 以要求各网络定餐平台 加强对送餐人员的健康管理 包括这个体温的每天做这个体温的这个测量 这个比如送餐过程当中要全程佩戴口罩 这个要求这个外卖人员这个采取这个不见面 无接触背对背的这种取餐送餐的方式 另外北京市医学会就表示 北京市新型肺炎网上医生咨询平台 自一号起已经启动运行 为市民提供24小时网上免费咨询服务 尽量避免了市民前往医院咨询 而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 方位是熊州叶博健 北京报道 广东省5号就新型肺炎疫情下 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发布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母婴传播 专家表示 目前还没有出现母胎垂直传播的病例 截至5号12时 广东累计报告新型肺炎确诊病例 895例 累计出院37例 无死亡病例 广东省卫健委在记者会上介绍 广东从即日起将暂停面对面 新生儿访试和儿童健康体检 暂停孕妇学校等人群聚集性健康教育活动 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的亲子活动 我们还会根据疫情的发展 在现有我们目前定点医院的收治基础上面 我们会考虑增加综合救助能力 比较强的医疗机构 作为我们的定点医院的储备 为我们整个母婴安全 和孕产妇新生儿儿童的 疫情防控 提供疾病救助和安全的医疗服务 对于在疫情期间 孕产妇该如何保护自己 是否还需要坚持去医院残检 记者会上有专家表示 不是必要时不建议孕妇去医院 同样也尽量减少在医院的逗留时间 他也明确目前还没有出现 母胎垂直传播的病例 但也存在风险 会上也通报 截至目前广东对全省的养老机构 累积排查人员超过10万人 暂未报告新型肺炎疑似 或确诊病例 凤凰卫视陈回席李廷生 广州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五号表示 对台工作系统会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高度重视 和关怀台胞健康福祉的要求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 放在第一位 对台胞仪式同仁 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马晓光介绍说 目前在大陆台胞确诊三例 疑似病例两例 均已及时安排就医治疗 2月3号协助安排首批247名 因故滞留湖北的台湾同胞 乘坐东方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 返回台湾 国台办在抓紧工作 为其他在湖北 寄望返台的台胞 做出返程安排 马晓光强调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 大陆方面从一开始就本着高度重视 两岸同胞健康福祉的精神 与台湾有关方面保持沟通 安排台湾专家来武汉实地考察 并一直及时通报信息 提供相关资料 截至2月4号 大陆方面共向台方通报疫情信息36次 台方向大陆通报15次 马晓光说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两岸同胞是血浓与水的骨肉兄弟 是命运共同体 无论是大陆各地政府与民众 对当地台胞的关心照顾 还是岛内社会各界支持大陆抗击疫情 台胞台企主动捐款捐物表达爱心 都彰显了同胞情谊 两岸一家亲的骨肉亲情 他表示 疫情防控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对台工作机构将进一步认真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设台工作 有关方面将继续保持 两岸防疫工作的信息通报等沟通协调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做好两岸人员往来管理和服务工作 对春节假期后 从台湾返回大陆工作学习的台胞 加强疫情防控宣导 做好检疫和健康防护工作 对恢复生产的台资企业 积极提供服务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和生产经营活动 正常有序开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5号宣布 从6号开始 大陆全境列为二级以上流行地区 涉及大陆省各省市居民 暂停入境台湾 那么另外 所有拥有大陆香港和澳门旅游史的人 入台需要居家检疫14天 如果无故失联 将予严惩 台湾官方宣布 为防范新型肺炎疫情 从6号开始 入台民众若有大陆 香港和澳门旅游史 需居家检疫14天 但若已提出申请 并获准赴港澳者 回台则需自主健康管理 而涉及大陆各省市的居民 则暂停入台 从他的病例数 快速的增长 其实也看到说 整个的中国 都已沦为疫区 官方强调 被列为居家检疫的人士 若无故失联 将严加追究 如果万一有潜伏的病毒的话 那所造成的危害 是相当大的 我们警察同仁 用重大案件的规格在办理 另外在3号 从武汉搭包机回台的首批台包 目前仍在官方安置的检疫所隔离中 又有两人出现呼吸道症状 送医治疗 其余目前无碍 现在在检疫所里面是因为有两位移出 所以是242位 这个242位 今天早上我们量体温都没有发烧 在医院的这个个案 包括有三位 那含我们有一位确诊的 现在都没有发烧 那么从检疫所送过去的这个两位 那目前是也没有发烧 而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对于回台包机中 一名台商抵台后出现发烧症状 遭直疑是搭机前先吃退烧药 隐瞒病症 官方表示 若有谎报健康状况等类似事件 将严惩言半 凤凤卫视兰镜图王石凯 台北报道 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 香港特区政府在5号宣布 将对所有从内地入境的旅客 以及香港居民 实施强制隔离检疫14天 期间不准离境 那么措施将在8号凌晨起实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号宣布 他会同行政会议决定 引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制定附属法律 从8号凌晨起 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 必须强制接受隔离检疫14天 为了在疫情爆发期间减少内地与香港人员流动 特区政府自上月的29号起 已经先后对多个陆路 以及海陆口岸实施限流 并且缩减来往内地的航空班次 但为了确保仍然身处 内地的香港居民能够返回香港 以及部分因为照顾亲人等原因 而必须前往香港的内地居民往返 因此特区政府表明 不会在所有口岸全面限流 但呼吁有需要往返内地的人士 利用措施实施前的两天时间做好准备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泽表示 针对需要跨境工作或照顾家庭的人士 局方与社会福利署正积极研究方案 协助受影响的雇员以及家庭 凤凰卫视张金叶香港不到 一艘车在有3000多名乘客和船员的邮轮 终止在台湾的行程之后 星期三回到香港 三名上个月搭乘邮轮的乘客 两天前被确诊患上新型肺炎 香港卫生部门正对船上部分人员 进行流行病学评估 决定下一步防疫措施 在这1800多名乘客的世界梦号邮轮 提前结束台湾行程回到香港 出于对新型肺炎的警惕 等待他们的是卫生部门人员登船检疫 所有的乘客和船员只能留在船上等待 世界梦号邮轮在上个月的19号 从广州南沙出发 完成6天的越南之旅之后返回广州 4000多名结束旅程的乘客中 有三名内地旅客在2月3号确诊患上新型肺炎 而世界梦号2月2号已经再次从香港出发 开始访台行程 并在2月3号抵达基隆 乘客获准上岸 而2月4号邮轮抵达高雄港时 出于检疫原因 未被批准靠岸 只能够提前回到香港 但行程却并未结束 在我们未完成我们卫生检疫的工作之前 没有卫生局的许可之下 所有船员和所有的乘客都是不可以落船 全部乘客和船员都需要申报健康状况 并测试体温 初步检疫排查发现 船上的1800多名船员 也就是在出现新型肺炎病例的上次行程中 可能密切接触过患者的人员 有30多人近日出现感冒或呼吸道病征 其中三人曾经发烧 究竟这些每一位员工 究竟他的工作纲位和之前 有没有可能和那三个乘客有接触过呢 这些流行病学的资料我们还在调查中的 不过我们会尽量去拿一些资料来 去等我们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评估 他没有给出这项评估所需的时间 但表示卫生部门将会根据评估结果 来确定下一步对全体乘客和船员的防疫方案 包括是否对他们进行全员两周隔离 港口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 在上个月24号结束 并确诊了三宗新型肺炎的航程期间 有200多名的乘客在香港结束行程并下船 目前正在对这些乘客的健康状况进行追踪 凤凰卫视赵凌峰香港报道 好那么休息会回来还要继续为您报道 政府在国庆咨文中罕见的提及医保问题 并呼吁强硬打击非法移民 停靠日本横滨港的邮轮 钻石公主号船上又有10人确诊新型肺炎 法国政府从武汉撤出的数百名侨民 已经全部排除感染新型肺炎可能性 国际消息方面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四号在国会众议院发表国情自文 重点提到他任内美国在经济领域方面的成就 特朗普也罕见的提到备受关注的医保问题 又再度呼吁强硬打击非法移民 总统特朗普第三次发表国情资文 他登上众议院主席台将讲话稿 递给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佩洛西想和他握手 但特朗普并没有理会 在讲话中 特朗普首先列举美国在他的任期内的成就 为竞选连任做铺垫 特朗普着重论述美国在经济领域方面的成就 他表示美国国内经济增幅前所未有 失业率趁50年来新低 三年来低收入阶层 工资也增长16% 还让企业就业岗位回流 他也表示签署美墨加协议 能增加就业岗位 刺激美国农工产品出口量 特朗普还大篇幅谈到各方关注的医保问题 他批评公立医保系统不可行 又提倡降低医药价格 并投资研究治疗癌症 艾滋病等严重疾病 还呼吁国会拨款5000万美元 资助治疗儿童疾病的项目 特朗普也谴责使用美国税款 为非法移民提供医保的做法 并借此项话题转移至移民政策上 除了宣传美墨边境围墙 支持海关和移民执法局 打击非法移民与人口贩卖问题外 他还赞扬了择优移民体制 并对庇护城市纽约 庇护州加州等发起攻击 后方的佩洛西边听边摇头 此外他还重申将坚决维护雍枪权 反对堕胎权 而至于社会福利方面 他也说到将为联邦政府员工 提供带薪育而嫁 本次国情咨文中涉及到的其他议题 还包括美军自主研发武器 增设太空军队 国内基础建设 形式司法系统改革等 特朗普演讲完毕后 佩洛西起身撕毁了他的演讲稿 凤凰卫视陈令南华盛顿报道 那么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时 还表示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让美国工人和知识产权受到保障 而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 正与中国政府进行协调 以及紧密合作 特朗普指出与中国签署了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将打开广阔的新市场 特朗普指出与此同时 与中国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着历来最好的关系 而在应对新型肺炎问题方面 正与中国政府进行协调 另外特朗普提到中东问题 称政府坚决捍卫国家安全 并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已经100%被瓦解 领袖巴格达迪已死 而伊朗圣诚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威胁助伊拉克美军安全 上个月在他下令后也被击杀 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武 另外 中华卫视综合报道 停靠日本横滨港的大型邮轮钻石公主号 由于之前有一名香港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型肺炎 日本对邮轮上的部分乘客进行了检查 发现10人确诊 停靠在横滨港的邮轮钻石公主号 由于之前下船的一名香港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邮轮之后经停香港、台湾、冲绳多地 周二夜里抵达横滨 日方检疫人员登上邮轮 对近3800名乘客进行简单问诊 对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的 约270人进行病毒测试 有10人被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31名分のウイルス検査の結果が判明し 10名の方から陽性反応が出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疫学的条件のみで判断する場合には 最大14日間の潜伏期間を想定した措置を講じてきています 残る乗員乗客の皆様にはこれを踏まえて 当面上陸を認めないこととし 必要な期間船内に留まっていただき 郵輪上的乘客来自56個国家和地区 郵輪公司之后公布 10名確診患者中 包括3名日本人、3名中国人、2名澳大利亚人 1名美国人和1名菲律賓人 確診患者已被送往神奈川县的医院治療 厚生劳动省称 船上的乘客原则上要进行14天隔離 待在客房内短期无法下船 凤凰威视、李淼、南莉浩水、日本东京報道 法国政府从中国武汉撤出的数百名 僑民本周在法国南部地区隔離安置 衛生部门宣布其中20多名出现疑似感染症状的 僑民经检查后已经全部排除确诊可能 在使用两架专机执行了撤侨任务后 法国政府宣布所有主动要求撤离的僑民 已经全部返回法国 但是由于人数众多 卫生部门只能选择在南部城市马赛附近的一个度假村 和一所军事基地 对这些僑民封闭隔离观察两周的时间 当地卫生部门派出红十字会的员工 负责照顾这些僑民的生活起居 有负责人就认为这些归国僑民 不会造成疫情扩散的隐患 法国卫生部长认为当地的设施条件完善 拥有能够降落A380客机的机场 和接待大量人员的住宿场所 尤其是位于附近的马赛地中海传染病疾控中心医院 可以容纳潜在的新型肺炎患者 同时卫生部在4号宣布 法国境内目前没有新增的确诊患者 但是有数人因为曾经接触过一名 刚刚在比利时确诊的无症状患者 目前已经被隔离观察 凤凰卫视江新 巴黎报道 那么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 有不少爱心企业为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捐赠设施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报道 财经消息方面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售盘情况 内地股市延续昨天反弹势头 货值早盘小幅高开之后震荡上行 盘中一度升到2842点 全天高位大涨超过2% 而首次新股受到次新股 以及软件股走高带动 升成只中场收报10305点 胜负2.14% 香港股市进一步反弹 内地股市回升 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42% 台湾股市开盘之后冲高后回落 加权指数收盘上升0.15% 分流收治重症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在短短几天之内建成被誉为建筑的奇迹 有不少爱心企业捐赠设施 希望能够帮助医院打造更舒适安全的收治环境 那么现场工人不辞辛劳 全部自愿报名前往 雷神山医院建筑现场 众多来自设备捐赠方的工人 正在安装空调和空气净化器 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所需的空调 空气净化器都是由爱心企业捐赠 并号召企业自己的员工到现场进行安装 原本按惯例需要在主体工程完成后 进入装修阶段才能安装的设备 与建设工程同时开工 为的就是抢时间 安装师傅已经连日超过12个小时工作 但依然干净十足 二小时班是吗 一天上早上六点钟起床了 晚上就是十点多 一天就是两餐饭 抢时间了 你看看工程上这么多人 都是一样的干 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更好的把这批工程改好 为医院的后期的服务 做好 大家共同努力 一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值得的 设备捐赠方表示 考虑到传染病医院的特殊需求 挑选了最高级别的换风技术空调 紧急调用到工地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最新的风物界空调 这是一个双向换行风的新技术 我们的这个换行风是既能够从这个引入室外的新鲜空气 又可以把室内的足气排到室外去 他也特别提到所有施工现场的负责安装工作的企业员工 都是在从未提过报酬和奖励的情况下自愿请战 他们都是自愿的 然后不计报酬的 就是他们来之前不会说 这个我有没有补助啊 或者一天来的我的差旅费啊 我怎么住啊 没有任何的要求 甚至有一些接到我们的倡议以后 号召以后 他们是从这个武汉市外 专门来到武汉来参加这次资源活动 但是咱们会给他更多补贴吗 会的会的 这个我们包括珠海的董事长 以及我们湖北的公司领导 都有说在这个 待春老花开时 我们一定召开一个盛大的这个表彰大会 报告卫视罗云敏吴志诚 武汉雷神山医院报道 好那么新闻之后 带您关注天气的情况 把现场交给气象主播余瑶 晚上好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昨天我们迎来了历春节气 历春是24节气当中的头一个节气 意味着新的轮回已经开启 万象更新新兴兴向荣 在气象方面 春有着严格的温度区间 作为界定标准 比如现在春天才刚刚走到云南大部 以及华南一带 而且春天和冬天的交替 从来都不容易 总要经历 一次又一次的博弈 最近冷空气就来的相当的频繁 是放缓了春姑娘的脚步 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山西南部 河北南部 山东 河南 江苏北部 安徽北部 湖北西部等地的气温 将会下降6到12度 那到后天 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 也将会降到只有15度上下 那除了降温 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 还会激发大范围的雨雪 明天江汉江南 华南北部等地 将会陆续迎来中道大雨 那上海和南京呢 明天就将会有小雨的天气 而在北方呢 甘肃南部 陕西南部 山西 京津济大部 还有河南的北部 山东 西部等地 将会有弱的降雪 或者是雨加雪出现 那像北京和天津呢 今天呢 就已经有雪花飘落了 而明天 依然会有雪花来造访 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 出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注意交通安全了 好 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各大城市的 气体天气吧 北京小雪 零下6到零摄氏度 浩尔滨多云 零下29到零下16度 长春晴 零下26到零下12度 沈阳晴 零下22到零下5度 天津小雪 零下4度到3度 郭浩特晴天 零下12到零下2度 兰州多云 零下7度到6度 银川晴 零下7度到6度 西宁晴 零下12度到4度 乌鲁木齐有物 零下12度到零下2度 西安音 1到5度 拉萨晴 零下5度到8度 成都小雨 7到13度 重庆小雨 8到11度 贵阳小雨 4到9度 昆明晴 3到19度 太原多云 零下8度到4度 石家庄音 零下3度到2度 济南小雪 零下2度到2度 郑州小雪 零下2度到2度 河肥小雨 3到5度 南京小雨 2到6度 上海小雨 5到7度 武汉小雨 3到7度 隶下3度 长河中雨 10到9度 汤中雨 南昌水 中雨 5到9度 杭州中雨 5到7度 辅州小雨 10到12度 台北小雨15到19度 南宁小雨10到19度 海口多云19到28度 广州小雨14到20度 香港阴16到19度 澳门镇雨16到20度 此次雨雪天气过后 华北黄淮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 将会再度转差 那预计明天夜间一直到9号 华北中南部 黄淮中西部 焚卫平原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 将会有轻质中度霾 华北南部 黄淮西部 和陕西关中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会有中度霾出现 请大家做好防护 好 一起来看一下 世界各大城市的具体天气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